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三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四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俄乌战争局势的有关消息 首先为您看到的是来自英国天空新闻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英国情报主管将透露 乌克兰境内士气低落的俄罗斯士兵意外击落了自己的飞机 并且故意破坏自己的装备 还拒绝执行命令 弗莱明局势将利用罕见的公开演讲表示 看起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于乌克兰的局势出现了严重判断失误 根据来自天空新闻提前披露的消息 在周四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的讲话中 他还将表示据了解 被怀疑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 准备派遣大量人员进入乌克兰与俄罗斯人并肩作战 而雇佣的瓦格纳兵可能会被用作炮灰 以试图限制俄罗斯自己的军事损失 同时他将说对于中国来说 与俄罗斯这两个专制国家过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风险可能导致中国遭受比俄罗斯更大的损失 同时他强调有迹象表明 俄罗斯网络攻击者正在反对莫斯科行动国家中寻找目标 根据演讲的预发稿 他还将表示普京的顾问们不敢告诉他 有关于乌克兰正在发生事件的真相 但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错误判断的程度 对于该政权来说是十分清晰的 根据天空新闻的提前披露 他将列出这些错误的判断具体有哪些 包括对乌克兰抵抗力量的误判 对于西方反应力度的误判 对于经济后果的误判 以及高估了俄军取得快速胜利的能力等 在披露有关于俄罗斯军事行动状况的细节时 他会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士兵缺乏武器和士气 拒绝执行命令甚至破坏自己的设备 还有意外击落自己飞机的情况 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比如有多少架飞机 以及是否包括快速喷气机和攻击直升机 据了解 他披露的情况是基于英国方面的有关细节情报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这一次闭门演讲中 他还将触及雇佣军和外国战斗人员对于俄罗斯增援作用的话题 他表示最近我们看到瓦格纳军事集团似乎正在加紧准备 他们正考虑从其他冲突中转移部队 招募新的战斗人员来加强俄军人数 但是这一届人可能被用作炮灰 在谈到俄罗斯入侵的网络层面时 他表示他的机构未认为灾难性的网络攻击是莫斯科在战争中所使用网络战的核心 他说已经有很多针对乌克兰的网络行动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迹象 表明俄罗斯的网络行为者正在反对其行动的国家中寻找目标 根据天空新闻的报道 他还将谈到中国 他说习近平和普京非常重视他们的个人关系 他同时将说莫斯科似乎把北京视为武器和技术的供应商 以及一个能够购买其能源以减少西方制裁经济损失的国家 他表示习近平更加精打细算 他没有公开谴责入侵行为 大概是在计算 这有助于他反对美国 而且为了重新夺回台湾 中国不想做任何可能限制其未来行动能力的事情 他说过于紧密的结盟对于中俄都有风险 而对中国来说风险更大 俄罗斯也明白 从长远来看 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强大 他们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 而俄罗斯可能被排挤在一边 在谈论全球安全时 他将把一系列历史事件 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疫情大流行 技术网络日益主导地位 中国的作用 以及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的结束 共同描述成为世代动荡期 他还将表示 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挺身而出的时刻 在独裁政权带来的挑战中 要寻找新的协作和合作方式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德国方面的消息 三月三十日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表示 如果俄乌双方能够达成和平协议 德国原则上愿意与其他国家一道成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人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条件 据发言人介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曾经致电德国总理萧尔茨 问德国是否愿向其他国家一样提供安全承诺 而夏尔茨对此的回复是德国原则上同意 但是他也表示鉴于眼下还没有实现停火 讨论具体条件为时过早 另外他再次重申 德国不会成为俄乌冲突中的军事参与方 又强调达成和平协议 是德国成为乌克兰安全保证人的先决条件 再来说及美国方面的消息 在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阿布扎比王储会晤 似乎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 阿联酋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 这使阿联酋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自从一月份胡塞武装对于阿布扎比的导弹袭击以来 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此前当中央司令部指挥人麦肯锡将军在二月份访问阿布扎比时 王储拒绝与他会面 同时阿联酋还对拜登政府拒绝他们将胡塞武装重新定为恐怖组织的要求 感到失望 阿联酋的挫败导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 但是根据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 在几天之后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游说 阿联酋又对一项类似的决议投了赞成票 但是阿联酋回绝了与俄罗斯解除生产协议和开采更多石油的呼吁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本月早些时候也对阿联酋访问 当时让白宫感到十分惊讶 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根据Axios引述熟悉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 布林肯和王储在摩洛哥的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 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但是很快就转移到胡塞武装袭击阿联酋伊朗叙利亚伯拉罕协议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重大问题 事后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布林肯告诉王储 美国仍然致力于帮助阿联酋抵御他们来自该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威胁 并且表示这是一次积极的会晤 有助于推动阿联酋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布林肯在会议前表示 如果与阿联酋合作 美国在全世界的许多举措将更加行之有效 会议结束后一天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所有参与者 实施最新的制裁 财政部则特别提到了最近胡帅武装的袭击 以及伊朗代理人对于沙特以及阿联酋的袭击 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合作追究伊朗对行动的责任 包括对邻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根据来自美国的报导 阿联酋官员认为布林肯决定与会面 是美国对两国关系重显承诺的标志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内经济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中国再次强调了尽快推出稳定经济的政策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会议表示 中国在制定今年宏观政策时 考虑到国内外情况的变化 将为经济可能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 做好准备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整理报道 中国这个第二大世界经济体正在努力应对自从二零二零年初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反弹 许多城市正在加紧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并且推进与病毒有关的遏制措施 路透社报道特别提及了上海 这是一个拥有两千六百万人口的中国金融中心城市 正处于封锁的第三天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天 该市的新增并率仍然猛增三分之一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将避免出台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的措施 并将加紧发行今年期特别国债 政府已将今年的地方政府特别债券发行配额定为三点六五万亿元 并且已经提前发行了一点四六万亿元配额 根据国务院讲话 特别政府债券的发行将首先给予具有强大债务偿还能力 和大量项目的地区 同时也将鼓励外国资本购买中国政府债券 嗨 大家 早安 谢谢我带回来 所以 我想要在约上有点资料 如果 Putin 出现不错的资料 听到你证据美国的知识 这对 Ukraine的战争的战争和谈则是什么呢 Well, I certainly am not a spokesperson for the Kremlin and cannot speak to what is in Vladimir Putin's head What I can say is, of course, 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Putin felt misled by the Russian military which has resulted in persistent tension between Putin and his military leadership We believe that Putin is being misinformed by his advisors about how badly the Russian military is performing and how the Russian economy is being crippled by sanctions because his senior advisors are too afraid to tell him the truth So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Putin's war has been a strategic blunder that has left Russia weaker over the long term and increasingly isolated on the world stage Can you just discuss what's the hope and the goal in going public with this now? So, again, I think what this does is paint a picture of what a strategic error Putin and Russia have made here We saw from the outset that they, for example, made an aggressive push toward Kiev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vasion They are now publicly trying to redefine the goals of their invasion to be different than they were at the outset I think putting forward this information simply contributes to a sense that this has been a strategic error for them Again, I'm not going to characterize what they are thinking I'm certainly not going to characterize how they may or may not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make decisions That's not my place But I do think that making this information public contributes to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is has been a strategic failure for Russia Obviously,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our strategy of imposing severe costs on Russia and trying to strengthen Ukraine on the battlefield and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is Putin Is your expectation that releasing this information is, are you hoping that it changes Putin's calculus or the military's calculus as they approach these things? It is That is not our intent Our intent is simply to make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so that there is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what kind of strategic blunder this has been for Russia and for the Russian people I'm wondering if this is partially just an effort to embarrass Vladimir Putin to sort of publicly shame him or No, our aim, again, our aim is to show that this has been a strategic blunder for Russia that there is ultimately this is going to leave them weaker it is not going to leave them stronger and I think making this information public simply contributes to the picture that strategically they are having to reorganize to refit and that shows that that, again, this was a terrible decision for them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we've long said as we've said from the outset as we said even before they invaded we said that this would be a strategic mistake for them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borne out And very quickly, any reaction to former President Trump calling Putin to release information about Hunter Biden? Are you concerned about that? So what I would say about that is what kind of American, let alone an ex-president thinks that this is the right time to enter into a scheme with Vladimir Putin and brag about his connections to Vladimir Putin and there is only one and it's Donald Trump 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Yeah, do you mind? Because President Zelenskyy tweeted also that that happened